随着女兽人一声痛苦的嘶吼 艾泽拉斯大陆的第一个兽人诞生 然而兽人宝宝看起来并不健康 一旁的兽人父亲见此交集万分 兽人首领古尔丹绝不允许 刚来到艾泽拉斯大陆上诞生的 第一个兽人宝宝就此夭折 只见他大手一挥对准一旁的脸 开始用邪能稀释他的生命力 很快也录作干枯鲁柴 紧接着古尔丹把脸蛋输送到兽人口身上 孩子父亲脸上也露出了紧张的神情 很快随着一阵婴儿的停车 兽人宝宝这才脱离生命危险 就在前不久 兽人赖以生存的德拉诺星球 不再适合繁衍巨主 身为双狼氏族酋长的布隆坦 为了让族人能够继续繁衍生息 不得不响应强大术士卜尔丹的号召 来到黑暗之门前 准备入侵另一个星球的世外桃源 然而就在临行前的前一晚 杜龙坦因为担心石月怀胎的妻子 而显得忧心忡忡 但很快他就做出了抉择 次日清晨 杜龙坦带着部落最强的手下来到集结之地 与其他部落组成一支强大的兽人军团 准备入侵人类世界 而幕后黑手古尔丹正在巡视自己的战前准备 就在这时 笼子里的一个囚犯拉住了身边的 女囚犯并不知道自己求错 女兽人也只是古尔丹圈养的一个翻译把 他也无能为力 而这些囚犯则是古尔丹入侵地球所需的燃料 女兽人不为力 女兽人在级着 女兽人不为力 女兽人都将去 tus克现在的夙位 海困 未来 女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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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将来 女兽人 说完古尔丹直接施展变了 开始吸持轮中囚犯的生命力 在一生生爱好生中 无数兽人全速往前涌进 古尔丹吸取完囚犯的生命力之后 紧接着将所有能量倾注到黑暗之门 就此打开入侵地球的通道 极可难耐的兽人 杜龙坦则是瞒着所有人 将体弱的妻子德拉卡带进了先锋部队 然而在穿过传送门的瞬间 德拉卡的腹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 看来是要生了 着急的杜龙坦想要上前抓住妻子 但却与其失之交臂 一道强光过后 他们如愿来到人类世界 德拉卡痛苦地趴在了地上 再也忍受不了的他随即卸笑的装 准备原地生娃 他痛苦的嘶吼声很快就引起了其他兽人的注意 着急的杜龙坦正全速奔向妻子 可突然一只大手将他拦了下来 兽人部落的二把手黑手 正在斥责杜龙坦私带家属的行为 正准备惩罚他 看着地上痛苦哀嚎的德拉卡 古尔丹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不但没有责罚他们 反而亲自为德拉卡接生 而刚来到了爱泽拉斯大陆 就诞生了一个兽人宝 极大的哺乳了兽人的士气 而兽人的入侵之旅这才刚刚开始 而此时矮人组成铁卢宝内 人类统帅洛萨正在巡视 矮人国王拿出了一个机械史上的奇迹 一把精致的火枪准备献给洛萨 就在矮人国王准备向洛萨展示火枪的威力时 洛萨接过信件一看 赶紧火速赶回暴风城查明情况 洛萨从手下那里了解到 先前一支边塞驻军遭受不明袭击 全队无一倖免 第一个发现驻军尸体的正是眼前的男人卡德加 洛萨一上来就将卡德加撂倒 直到看到他手上的肯瑞托的印记 明白男人也是一名法师 洛萨这才对他放松警惕 同意让卡德加参与调查这起离奇案件 只见卡德加将手伸进尸体的嘴巴 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股神秘的绿色气体从尸体嘴里迸发出来 顿感不妙的卡德加赶紧让洛萨召唤守护者麦迪文